我是叶淑芬 我们今天请到正念觉察教育专家张士杰老师到我们节目 士杰老师好 淑芬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很多听众都讲一句话 就是说 哎呀 没人教我做乙母啊 好像我们啊 对于子女的这个教养方式 或者是说学习跟人的这个沟通 可能你在社会上的这个跟别人的沟通 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比较OK一点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礼貌性 可是呢跟亲人之间的沟通就 很多都太直白 所以呢就多了一些伤害 也多了这些伤害 我们还担心就说会不会影响小孩一生 所以呢 士杰老师在上一集啊 有特别提醒大家 我们要如何跟亲子做正确的沟通 对 然后交心是很重要的 所以士杰老师也做了一曲这个交心 对不对 好那大家可以啊就是在重听 也许你可以练练看看 看你自己会不会唱 好那这一集呢 士杰老师你要教大家是哪一个部分呢 在教各位这个沟通的方法之前 我跟各位分享我看过一个很棒的一个短片 他是一群老人 这个他们坐着在聊天 就他假好像是说先 他的儿子啊是什么会计师啊 然后赚多少钱啊 那也就是说他他的女儿什么律师啊 法官啊之类 就是ABCD 嘉乙秉丁他们都讲自己的小孩就彼此在比来比去啊 说我多有成就 然后那个什么动手术啊 动一次啊就要两万块的那个什么新加坡币这样 那他就问到最后一个那个老夫人啊 说啊你儿子呢 他就他也没有说什么 可是说我儿子还好啦 那过了一会儿呢 就有一台车开到他们的附近就停车了 那结果他设来接刚刚最后一位那位老夫人的 那老夫人就跟他们说 我儿子今天要带我出去玩了 然后他儿子来这边就说 妈妈今天要去哪边玩去哪里好不好 他说好啊你载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啊 然后你就看了那桌里面很有成就的那些妈妈 每一个人抱以羡慕的眼光 看这位老夫人就是跟他的儿子这样出去玩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你知道 因为我们好像很多父母 从小都希望小孩子有成就 所以从小用尽了各种的心血来培养小孩子 最后让他真的也蛮有成就的 有些真的还蛮有成就的 那你就会因为这样觉得骄傲嘛 可是从这个影片里面我看到到说 有没有个比这个更棒的一种境界 就是小孩子就算你老的时候 他还会来找你 他也是跟你那么的亲 他还固定载你出去玩 而不是像其他那些富人家 他们的小孩都在国外 虽然说很有成就 可是呢也难得会来陪他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从小就好好跟小孩子建立好关系 你想想看这个你的人生就已经 可以说是幸福了很多了 是没错 就是说我们从小跟他有互动 然后互相有回馈嘛 然后他也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关心 其实人只要有被爱被关心 他有感觉到他才会懂付出嘛 所以我们如果小孩的时候 我们跟他经常的这样子的互动 这样的关心 这样子的回馈 他已经习以为常了嘛 那当然你到几岁他还是跟你这样子的互动啊 这不是我们希望的人生吗 可是我们都着重在指示 你瞎一尾 你扣几分 然后就把小孩往外推了 对对对 还是洗澡没吃饭没工作 要考几分这样 好那 好接下来我想第一个跟各位分享一些 这个沟通上常见的一些方式 一个是破坏性的语言 你讲这些话呢 就很容易破坏关系 那另外叫建设性的语言 如果你常常这样讲呢 你们之间的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好 是 好 那我先来讲一个就是说 破坏性语言就是常常会从你当主持 比如说啊你每次写过程都这样子偷偷拉拉 快一点啦 你你你你你 有没有 所以你要有时候注意一下 你讲话是不是常常从你开始 好 那有时候呢 我们换一个主持就是我 比如说同样小孩子不写功课 你说啊我很担心你写太晚了 这样会太晚所以对身体不好 这样子妈妈会觉得有一点心疼 或者觉得不舍 类似这样子从我开始讲我的感觉 我的讯息 所以第一个 多用我开始 当然有时候你要提到对方的时候 你不要都你都是指责对方这样子 好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破一种就是说 常常把注意力放在你没做到的事情 啊为什么每次都和弟弟吵架呢 你就不会让他一下吗 有没有 啊你为什么这次有考那么烂 每次都初心 啊这字怎么写的歪七扭八的 你会发现我们一般的家长都认为说 做得好是理所当然 做不好呢 你就要接受我的指责 改正 那这种的很容易变成破坏性的一种语言 那怎么样改呢 就是你注意到他说 如果你希望他改 那你把它注意到说 你可以怎么修正 比如说 你看 比如他和弟弟吵架 你和弟弟吵架 我希望你可以让他一下 就是说 不是只注意到他不好的事情 而是说注意到他可以怎么样去改善 好 这个就是一个 注意他的负面 一个是告诉他引导到正面的地方 当然以这点来讲 还要以 平常你对他的 优点 的关注为基础 如果你每天都跟他说 我希望你可以做什么 我希望你可以做什么 这有时候也会变成另外一种的 破坏性的语言 只觉得就是说你就不断的指使 我要干嘛 要干嘛 还是要多关注到他 现在目前已经做到的 很棒的地方 很多朋友有分享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叫小孩子早睡 从来没有遵守过 然后有一个妈妈她说 因为她自己是 就是说是护理师 她非常清楚就是说 睡眠不足 我们生长激素就不会分泌 那这样就会长不高 就是说你在那种成长阶段的小孩 最需要就是睡眠 可是小孩不知道严重性 他觉得一天不睡也不会整 以后我现在就是要玩 他就会把这个当做是 好像不重要 所以他这个护理师 他就是跟他儿子讲 就是说我以前 就是其实我是为了功课 就是经常着熬夜 那虽然我拿到护理师的执照 可是我就一直长不高 他就以自身的经验 男生最希望就是自己要长高 他一听到 睡眠不足会长不高 而且看到妈妈那么矮 他就说有效 所以有时候是一个 用自己的自身的实力 然后兼一些 就是说有没有什么理论架构 让他觉得原来是如此 因为他可能不知道严重性 所以他就不听 他觉得只是就是 明天精神比较不好而已 他不知道严重在哪里 对这个好像是让他亲眼看到 这个身高 长不高怎么办 还有一种就是破坏性源 就是贴标签 最多的 马上评价 说他好或 说他不好 好坏都算了 那贴标签一般来讲 通常都是贴不好的标签 你怎么这么懒 你怎么都叫不听 每次都乱讲话 你真的很白目 为什么每次都讲不听 很多的语会都是如此 对啊 以前我一个小 教过一个小孩 他有一次呢 他放学的时候留下来 然后 因为他还是很皮嘛 所以我就留下来跟他个别谈话 可是呢 我还没有讲几句话 他就哭了 他跟我说 老师 我爸爸骂我是猪 因为他长得很胖 你是猪哦 你是猪哦 然后他边讲边哭 他在家里是应该没有办法哭出来 可是他可能就跟老师比较亲近 他就哭出来了 你知道一句话 其实对小孩子 他会 有些伤害的话 他会紧记于心 对 铭记于心 记一辈子 所以贴标签是比较不好的啦 我们常常 去观察到说 我们跟小孩子讲的是事实 还是你自己给他定义过的东西 比如说他讲话 不得体 你不能说 你刚刚那句话呢 这样讲不太好 应该怎么讲 而不是说 你这个白目 白目就是一种 没错 就是平段式的语气嘛 你这一题 刚刚这一题 因为没有注意到那个算错了 你要这样子算才对 这个是针对事实嘛 可是如果是标签的原因 就是说 怎么那么笨 这个都会算错 对 我经常贴标签嘛 所以我们可以针对事情 但是不要用贴标签的 这个当然就是 第四个就是说 这个也是破坏关系的一个 常见就是比较 你考试又出心犯 为什么不像小明那么细心呢 或者为什么不像哥哥呢 他每次都那么考那么好 你每次都考那么烂 你真的是很糟糕 我以前有一个学生 因为他哥哥姐都太优秀了 他其实很聪明 可是到后来我发现 因为他常常被比较 所以发现他的成绩就不是很好 但是有时候你看上课的时候 他的反应真的非常好 所以说比较会把一个人的自信心 跟他的能力给他削减掉 所以我统合了这个刚刚讲的 就是说 从我的语言开头 我 我取一个我字 我的感觉 不要一直说你你你你怎么样 第一个能 就是说你能够做到了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放在你没有做到的事情上 第三个就是不贴 不贴标签 第四个就是不比 我把它用成口语句来说 我能不贴不比 我能不贴不比 这样子 这就是把破坏性的语言转换成建设性的语言 不过话要说回来 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当下 其实我们谁不知道 不要贴标签 不要一直比较呢 我们从小就这样被用教育过来的 可是你在当下还是容易失守 还是回到惯性 所以即使你知道我 我知道能 我知道不贴 我知道不比 可是呢 一不小心 又马上回到那个惯性 又说你你怎么样 你没做到地方 又贴标签又开始比较了 我觉得这时候啊 父母就诚恳的道歉 对对对对 你讲的非常好 我觉得你诚恳的道歉 小孩子可以感受到 没错 那你诚恳到 不好意思 妈妈就是太急了 不好意思 那句话我收回来 对 我非常 对苏芬讲这个非常 我刚刚也想要补充这个 就是说 虽然我们讲那么多 有效沟通的方法 但是呢 不可能每次都那么的顺利 因为我们有时候也有情绪 对 有时候也会太急 是是没错 所以说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其实觉察有三个时段 第一个时段就是 我们以一个吵架来讲 你可以在吵架之前 觉察到自己生气了 你不吵 这是第一个阶段 算你厉害 第一个就是说 你在吵架中间呢 你觉察到了 赶快暂停 至少你骂的声音呢 觉察自己骂的声音 变小了 你会发现 你觉得你声音会变小 然后那个 讲话那种 那个狠心的程度会降低 是没错 然后如果你觉得说 我还是要把整套骂完 比较完整 整套骂完 这场表达我的想法 那你至少在最后骂完之后 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我觉得 刚刚讲的话太过分了 你在事后的觉察 吵完之后的觉察 先去跟他和解 跟他道歉 其实小孩子会懂你 你还是喜欢他 你还是关心他的 而且有时候 亲子如果完全不吵架的话 也很奇怪 也不够亲密 对啊 情侣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就是要有点小吵 然后最后又和解 那感情又加温 有人就说 越差感情越好 就是这样 因为有时候我们吵才会知道 这个人的大概界限到哪里 才会知道 这个这样会激怒 对不对 就是有时候也是这样子 这是我们不是用来测试底线 只是就是说 我们会互相知道 到这个时候 个人的情绪就会起来 我们换个角度来讲 吵架吵乱凶 至少有一件事情 是吵的 因为他们没有压抑他的情绪 他没有把它盖住 虽然宣泄出来 对对方是有伤害 可是至少 让他了解到真实的那一面 我们再来沟通 我觉得如果啊 就是说你想想看 亲人之间 还要那种文绍绍的 对对对 如果就觉得好假 那种假会让大家会觉得就是 人家说真心粉 就越来越陌生 然后隔阂就越来越深了 对 那反而就说 我们那种真心情 对真心情的展现 但是如果真的不小心 我们也勇于道歉 对对对对对 这样反而是感情会越来越好 是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现在请到的贵宾是正念觉察教育专家张士杰老师来教我们正念觉察跟人际间的互动 那刚刚教大家这种 比如说这种破坏性的语言 我们尽量不要不要用 那建设性的语言 大家应该会使用了 大家就多多使用 这样在这个比如说你吵架前 吵架中 或者是吵架后 都会有所帮助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见 再见